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医学史啊 也发生过许多荒唐的故事 当你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当中 你就发现呢 这个深处的黑暗能吓你一跳 我们现在看两本书啊 八卦医学史第一册 八卦医学史第二册 这个作者呢 是网络红人 烧伤超人阿宝 这本书啊 从医学角度 解读了一系列中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在这个历史当中啊 来探求真相 在八卦当中呢 来普及这个医学常识 你比如三国故事啊 三国演义里啊 诸葛亮那个智谋啊 被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啊 什么火烧星野啊 还有这个草船借鉴啊 蛇战群奴啊 这一桩桩一件件呢 都凸显了诸葛亮的大智慧形象 特别是PK司马仪的时候 用一座空城啊 让司马仪呢 兵退三十里 临死啊 还吓跑了司马仪 那这么厉害的诸葛亮 他为何就没有斗营的司马仪呢 如果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啊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诸葛亮 他是一个这个聪明的人 但所有的事情啊 他都特喜欢什么 轻力轻微 他是一个费心忘食的工作狂 这呢 就加重了肠胃功能的负担 诸葛亮九伐中原啊 由于过度操劳 多次呢 吐血漱口握倒床上 反复吐血昏迷 这算是典型的上消化道大出血的表现啊 最后一次乏胃啊 这个诸葛亮的饭量严重下降 这司马仪得知之后啊 就说 孔明 是少是凡 岂能久乎 这长期的精神紧张啊 焦虑啊 就很容易患上消化道这个溃疡啊 从这个诸葛亮当时这个年龄来看啊 也正处在未溃疡这个高发期 过度操劳 饮食不规律 又缺乏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 这一代奇才诸葛亮 最终呢 那只能是出师未节 生先死 常使英雄 泪满尽啊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历史名人 杜甫啊 他也被称为是师圣 但他这个死因啊 跟他这个形象啊 却有些不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杜甫的死因啊 竟然是因为一顿酒肉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啊 你看杜甫当时被洪水困住 十天都没有吃饭啊 当地这个县令知道之后呢 赶紧划船啊 送这个酒肉过来啊 这杜甫啊 大醉 嘿 当天晚上就死了 一顿酒肉就毁掉了名垂千舍的大师圣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呀 按照现代医学研究啊 这杜甫啊 很有可能是死于这个急性胃扩张 那杜甫长时间挨饿 胃功能呢 相当的虚弱 短时间突然摄入大量的食物 这胃壁啊 就严重的扩张 导致严重的脱水啊 电解质丢失啊 甚至呢 胃坏死 结果就导致死亡 杜甫当时那年事已高 大饿之后 突然大饱 扛不过当晚 那真是有可能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外的哈 拿破仑 大家都知道 他呢 败于滑铁炉之战 不过呢 有历史学家呀 就说了 说当时拿破仑呢 其实是有希望获胜的啊 但是呢 在战役最关键的那一天 他呢 痴疮发作 疼痛难耐呀 只好躲在帐篷里呢 吸吸这个鸦片 缓解他的疼痛 就没办法来指挥这个军队呀 最终呢 败给了那个 资质平平的维林顿 你看啊 一个帝国 败在痴疮上 这或许啊 说起来有点夸张 但呢 用医学角度来看这个历史呢 你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东西 就像这个书啊 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 你看啊 不生病历史也会不一样 好 继续回来啊 刚刚说拿破仑就因为一场小病 输掉了一场大战 这算是命运的无可奈何 但有些时候啊 打败古人的不是病 而是医生 这就让人有点郁闷了啊 我们先从一个名人说起啊 谁啊 大诗人拜伦 她是一个天才 才华合意 善于写诗 她有多红呢 这么说吧 当时这个欧洲的贵妇啊 人人必备的物品 那就是一本拜伦诗集啊 他们纷纷给拜伦呢 写情书啊 求爱呀 而拜伦呢 还正好又是个多情种子 到处欠下了风流债 按照这么一个趋势啊 拜伦那估计呢 要从一个才子变成渣男了 但历史呢 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机会 让他挽救了自己的形象 什么事啊 说这个1821年 被土耳其统治了四百来年的希腊呀 发生了起义 要争取民族独立 拜伦呢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对希腊文明啊 那怀有深厚的感情 于是他就变卖家产 来参加了希腊的独立战争 最终啊 死在希腊 拜伦的死震动了整个欧洲 你看啊 一个英国贵族 毫不利己 把希腊独立当作自己的事业 这是什么精神啊 这是啊 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贵族精神 于是呢 不计其数的人 去瞻仰拜伦的遗体 最后呢 不得不出动军队来维持秩序 可以说呀 正是这场带有英雄主义 悲情色彩的死亡 成就了拜伦的大声望 不过 拜伦他真正的死因 却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这拜伦的死啊 跟文学无关 跟什么有关呢 跟医学扯上了关系 说这个拜伦呢 到了希腊之后 有一天 哎呦 淋到雨了 回去之后呢 就高烧 关节痛啊 这个合着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呢 可能是这个淋雨导致的感冒啊 肺炎啊 并不特别要命啊 没过几天呢 拜伦也已经能够下床了 可是啊 就在他马上要康复的时候 医生来了 用咱后来的眼光来看呢 不叫医生来了 那应该说是死生来了 上门这两位医生 立马拿出了一个治疗方法 什么方法呀 放血 拜伦当然拒绝了 而且是一再拒绝 但面对拜伦这样的英雄 两位医生并不放弃啊 没完没了 早上的苦苦哀求啊 一定要放血呀 还警告拜伦 说如果不放血啊 这疾病啊 可能会损坏你的脑子 哎呀 不堪其扰的拜伦 没办法呀 最终就屈服了 两位医生 哎呦 那是立即为拜伦来放血 此后 这医生每天多来啊 这死生啊 每天给拜伦 要放好几次血啊 导致呢 拜伦吃血过多 1824年4月19号 大使人拜伦去世啊 他呀 没有死在战场上 而是死在医生的手上 死在两位终于职守 非常有责任感的医生的手上 如果他们不是那么的认真负责 拜伦可能就不会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啊 如果医生不给一个发烧的患者放血 说他就违反了当时最基本的医学规则 在这个西方啊 放血疗法呀 你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哎呦 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医生的不断的努力 这放血疗法变得是博大精深 中世纪有一位医生啊 他写道啊 说放血啊 可以清洁肠胃 可以温暖骨髓 可以排除毒素 延年益寿 还可以清醒头脑 增强记忆 那到了十七十八世纪 放血疗法呢 那是发展到了巅峰 哎呀 当时这个放血疗法普及到了什么程度呢 说很多欧洲家庭有成套的放血工具啊 就跟这个红木家具一样 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很重要的财产 很多老年人 他每年呢 他都定期放血啊 把这呢 作为一种保健养生的常规手段 放血挨刀子 那真是有点痛啊 哎 又有医生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用水质啊 来给他吸血啊 贩卖水质 还因此成了一门生意啊 放在这么一个背景 咱们就能知道 为什么这医生 非得要给拜伦放血 因为这是当时最好的治疗 拜伦去世十多年后 也就是1840年 一位法国医生啊 叫皮埃尔路易啊 他就发表论文 说对了两千多名病人呢 临床观察之后 证明放血疗法不仅无效 还增加了病人的死亡率 此后呢 说放血疗法就逐渐被证明啊 是无效的 但是啊 因为传统观念 这个强大的惯性 这放血疗法呀 还坚持了好几十年 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甚至都到了20世纪初 还有不少医生 还在那用这个放血疗法 咱们很多人呢 都习惯于把医学呢 给它分为中医 西医啊 其实呢 这非常不准确 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这西医呢 也有它的黑暗历史 这放血疗法 就是西方传统医学 绽放了千百年的一朵奇葩呀 好 继续回来 刚刚说这个大诗人拜伦 被放血疗法给生生的 是死了 他这个死啊 在文学史上 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在这个医学史上呢 好像波澜不惊 哦 没引起什么水化 不过呢 也有一些历史名人的死亡啊 真就引发了巨大的医学变革 促进了医学的进步 咱们今天呢 来说这么一个人 他是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德 1881年加菲尔德呢 就任美国总统 那个时候啊 美国政府腐败 这个加菲尔德呢 就大力反腐 这呢 就触犯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利益 还有一个人呢 因为这个加菲尔德的反腐呢 哎呦 求官不成就怀恨在心 哎 就在火车站呢 对这个加菲尔德呢 开了两枪 一枪打中了手臂啊 还好仅仅是一个外伤 另外一枪就比较严重 打中了加菲尔德的背部 子弹呢 留在体内 要是哥 现在医生赶紧拍个X光片 赶紧做手术 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啊 那个时候 没有X光 没有CT啊 你怎么找准体内的子弹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啊 加菲尔德总统 那个噩梦啊 就这样开始了 你看 枪击之后没多久 好几名医生赶到现场 他们用手指头 用器械 探到总统的伤口里边 找啊挖啊 想要找到那子弹 没成功 随后呢 总统被送回到白宫 做进一步的治疗 那个时候的子弹 大多都是牵制的啊 如果留在体内呢 很容易引起慢性牵中毒 所以啊 白宫就组持了无数次的会诊 每个不同医生 拿什么捏子啊 钳子啊 想找出这个子弹 但都没有成功 哎呦 当时这年过五旬的总统啊 你背上挨了一枪 又这么一次又一次 被医生在这个伤口里啊 捅来又捅去 捅了又翻 翻了又早 当时还没有麻醉呢 你看这样的痛苦 他这可想而知 这样毫无章法的乱找 不仅没有找出子弹 甚至啊 有一个医生 还把总统的这个肝脏捅破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是那时候啊 没有消毒的观念 这医生的手 还有这个器械 都没有经过任何消毒 他可能刚做完一场手术 甚至刚解剖完尸体 又赶过来给总统啊 捅啊捅 直接伸进到总统的伤口里 这就引发了感染 两个月后 备受折磨的 加弗尔的总统去世了 随后的尸检就发现 刺客的枪击 没有打到什么重要器官 子弹是嵌在了这个脊椎里啊 真正导致总统死亡的呢 是医生在那乱翻乱捅 诱发的感染 这么一个结果 就引发了轩然大不安 就连刺客在法庭上 他都正正有词的 这个狡辩呢 说我没有这个杀死总统啊 我只是击中了他而已啊 杀死他的 而是医生啊 当然了 法官没理他 仍然判处他绞刑 这一次刺杀呀 这个震惊了美国医学界 之前他们根本不重视 这个外科感染 对于外科手术的灭菌理念呢 也是不屑一顾 这总统的死亡 就让这个医学界呢 改变了观念 随后你看 各种消毒器械 外科手套就被发明出来 新技术 新设备就被应用到了外科领域 医学技术呢 迎来了他的大发展 那一百年之后的 1981年啊 这个又有一位美国总统 被枪击了 是的 就是里根总统 这个枪手的子弹呢 打穿了里根的肺部 离心脏呢 只有这个一英寸啊 中枪后 里根是大失血啊 超过了他全身总血量的50% 血压呢 都降降到了零 那 真是病于死亡 他被送到急诊室 在严格的无军操作下 紧急抢救 取出了子弹 用抗生素呢 来控制感染 在科学的治疗下 这里根竟然13天就出院了 半年后呢 就基本康复了 你看啊 你对比前后这两位 美国总统的一次啊 抢救经过呀 就不难看出啊 现代医学 在吸取经验的基础上的进步 正是得益于这种前进 无数的生命呢 得到了拯救 好 继续回来 我们说到愚昧的医学史啊 好像感觉都是很远 都是上古时代的事啊 像什么放血疗法呀 落体疗法呀 还有脾霜疗法呀 还有水银疗法呀 听着呢 不像是治病 更像是用刑 其实呢 很多荒唐的医学治疗方法 并不是因为技术落后 相反 有的还与时俱进 非常朝前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啊 叫荒诞医学史 这里边呢 就扒开了医学的黑暗史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雷啊 雷大家都知道啊 居里夫人因为发现了雷 发明了提炼雷的方法 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 不过呢 居里夫人没有想到啊 她发现的这个雷啊 在医学上被利用了 雷被发现之后 作为宏击一时的新元素 在医学上呢 被发现具有摧毁癌细胞的这个能力 就收到了热捧 当然了雷对于细胞而言 它不是精准打击的导弹 而是什么呢 而是无差别摧毁的核弹 那除了癌细胞 正常细胞呢 也被它这个破坏 只不过当时的人 不知道这一点啊 他们只注意到了雷的治疗效果 那最开始呢 雷在治疗皮肤癌方面 果然哈 效果很显著啊 仅限于这个身体的表面 随后呢 英国有一位医生 研发了一种器械 可以用雷啊 来治疗体内的癌症 可以使得肿瘤呢 给它缩小 这一下不得了啊 医生的脑洞彻底打开了 不光是癌症啊 他们还试着啊 用雷来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 关节炎 风湿病 不管什么疑难杂症 给我上雷 医学界好歹还比较严谨啊 到了江湖郎中呢 那就是毫无节制的吹牛皮 当时美国这个报纸啊 出现了各种广告 用雷辐射出年轻与美丽 还有什么 非凡新品 雷霜高 赶走 关节痛 一抹就见效 惊醒的是啊 雷很稀有啊 非常的昂贵啊 骗子呢 舍不得下本钱 他们都说这个产品啊 基本都不包含任何放射性的原料 所以呢 也只是谋财 倒并没有害命 不过再往下发展 就没那么幸运了 呀 眼下是冬天 很多人都喜欢泡温泉吧 哎 说那个时候啊 美国人呢 爱上了一种独特的温泉 叫冬温泉 冬呢 是一种放射性的气体啊 是雷在分解过程中 释放出来的气体 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啊 说这个温泉啊 之所以能够养生 就是因为里边有这个冬 可是呢 冬 只能短暂的存留在水里 用不了多久啊 它就蒸发 会衰变 那怎么办呢 也是难不倒美国人啊 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 叫放射水罐 这可是申请了这个发明专利的哈 说用这么一个罐子呢 装水就富含放射性元素 让美国人民随时随地能喝上放射水 说一天呢 最好喝它个六七杯 有利于身体健康 结果呢 当然是让人放射性中毒 说光喝水还不够啊 商家还推出了各种寒雷的化妆品 什么美龙霜啊 肥皂啊 牙膏啊 那刷一下 不仅牙齿白 还能放光呢 雷嘛 放射性的嘛 一到晚上啊 它牙还不发光啊 这么一股风潮啊 只等到美国一位富豪被辐射而死 才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注意 这富豪叫拜尔斯 有钱啊 一般人用不起那雷 他有钱啊 每天都用 一共是喝了一千五百多瓶雷水 他体内的放射物的含量啊 相当于做了好几千次的X射线的检查 整个身体呢 都被辐射给射垮了 头盖骨啊 被辐射出了很多小洞 就像筛子一样啊 他死后呢 为了防止他骨头带来这个辐射危害 都被装进用签制作的棺材里 此后美国FDA就进行了这个调查 彻底禁止雷水 在全国范围还印发了小撤子 警告雷的危害性 用辐射来治病 把雷当作保健品 这可能算是医学史上最雷 最荒诞的一幕了啊 好 继续回来 大家要说到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可能还不算是雷 而是一种手术 叫什么手术呢 叫脑液切除术啊 被称为一向化时代的医学技术 说可以治疗精神分裂症 这个技术的发明人叫莫尼茨啊 因此还获得过1949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这也是诺贝尔一段最不光彩的历史 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美国精神病医院呢 人满为患 或甚至超过了四十万 没办法治疗啊 这就让美国的医生啊 哎呦 充满着这个挫败感 这个时候呢 一位葡萄牙的医学家 叫莫尼茨啊 就成了大救星了 他呀 发明了一种兴起的疗法 叫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这莫尼茨他本身 真的是一个奇人啊 不到三十岁呢 就成为了一名医学教授 后来呢 还进入到政坛 当上了议员 四十多岁呢 就成了葡萄牙的外交部长 哎呀 跨界呀 非常成功 不过呢 出于对医学的热爱 他还是回到了医学的领域啊 说有一回啊 他注意到了埃及的木乃伊 就发现了 这木乃伊的头骨上啊 居然有洞啊 查阅资料之后就发现 这是古人治疗癫痫 在脑上敲出来的洞 在重医过程当中 他还发现啊 有些患者脑袋啊 受伤很严重 不得不切除脑前液 手术之后呢 性格似乎就变得温顺了很多 于是他就发明了精神疾病治疗的新方法 叫前脑液白质切除术 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啊 把一根金属杆子打进到患者的大脑 在脑袋里这么一转啊 搅拌一下 就跟打蛋器一样啊 把这个脑液白质啊 绞成一团江湖 说这样呢 就能治好这个精神病了 就这么简单粗暴 居然还受到医学界的疯狂的追捧 甚至就获得了诺表奖 这个手术啊 传到美国之后 很快就遍地开花呀 一位美国医生 还改进了手术的过程 他呢 先把患者点击 晕倒啊 然后呢 拿一把冰锥啊 从眼眶的位置上 给他着进到大脑 破坏脑前液 那正叫一个极度野蛮啊 还尽管如此呢 架不住人家这个 属于这个新医学啊 超前啊 高大上啊 就忽悠到了很多人 你比如啊 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 有个叫罗斯玛利肯尼迪的 他是美国第一个 接受这个手术的人 他是先天落智啊 行为呢 不受控制 手术之后呢 那个智商是变了啊 下降到了婴儿的水平 还有一位 好莱坞的明星 叫弗朗西斯法默 也接受了这个手术 法默成名后 他适应不了 浮华虚伪的生活 就变得精神有点暴躁 就被他妈妈呢 送到精神病医院 接受这个手术 之后 这么一个风华绝代 风华正茂的女星 变成了一个目光呆痴的人 电影《飞越风雷院》 就描述了这个手术的可怕 影片的主人公 假装是精神失常 就进入到了精神病院 被进行脑白痴 切除手术 最后呢 成了一个呆呆傻傻的人 还有电影《禁闭倒理》 小李子饰演的那个男主角啊 最后呢 也被当作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切除了脑液 marin党变相远 你不是个人吗 Teddy 根据这个统计 美国一共有五万患者 接受这样的切除术 人们就发现 这个手术 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切除了脑液之后 精神病患者确实不吵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变成落智 很多人因为大脑受损 早早的就去世了 在被广泛质疑之后 这项手术被废除了 但医学史上 这黑暗的一页 那是永远都不能抹去 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 改变的不再是 人与疾病的关系 很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美国有一位教授 叫弗朗西斯·弗珊 他写了一本书 叫《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这书里面就说 我们的最大敌人 不是恐怖主义 而是生命技术 当今的人类 虽然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裔 但都具有共同的人性 可是呢 越来越发达的生命科学 已经可以改变人的基因 就相当于修改了人性 整个人类文明的根基 有可能动摇啊 霍金在他的一作当中 就提出了一个悲观的判断 说生命科学技术啊 会让一部分人变成超人 另一部分人呢 恐怕还是普通人 那将会打破线 有人类之间的平衡 所以 面对越来越发展的科技 人类不得不警惕啊 正如那话说的 通往地狱的道路 往往都是用善良的愿望 铺成的 好的 这就是本期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读书料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